第四百九十七 每日点兵节目 该片由曾经导演过007 《皇家赌场》 DC超级英雄电影《绿灯侠》等多部商业大片的马丁·坎贝尔之导 并由007扮演者皮尔斯·布鲁斯南出演对手戏 仅凭这两大噱头就足以让无数影迷走进影院了 但这部电影最吸引人的 甚至能让军迷小伙伴大呼过瘾的 却是成龙大哥在复仇的过程中 为我们一一上演了目前军事领域最热门的非传统战争行动中 如何进行城市渗透作战 丛林反围剿作战等特种作战 甚至可以说与之前各种影视作战中 坐着直升机带着夜视仪一身高科技武器装备的特种兵相比 电影《英伦对决》中 成龙所饰演的中餐馆老板才更像是进行真正的特种作战 首先需要强调一下 虽然在影片一开场 成龙所饰演的中餐厅老板 看上去只是一个安分老师 普普通通的华人 但随着他通过正规途径 寻求帮助的希望 被有关部门的不作为彻底粉碎 进而不得不独自开启自己的复仇之旅时 他身份中被深深隐藏起来的地方 才开始被一一揭开 在电影中 成龙饰演的是一位出生在中国广西的华人 曾经从军 接受过专业系统的爆炸物制造使用训练 以炮祸首的特殊身份 参加了发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越南战争 而这段被隐藏起来的经历恰恰说明了 成龙为什么能在为自己女儿复仇的时候 不仅能够用超市买来的简单材料 制作用来像皮尔斯布鲁斯南施压的简易炸弹 更能制造出大威力的液体炸药 消化甘油 当然如果仅仅是作为一名能够自己制造炸药的爆破手 成龙依然不具备独自一人向电影中的恐怖组织 发起复仇的能力 尤其是在电影中 成龙所饰演的华人 在面对娇汉的U第二组织成员时 当年的老兵也无法再以筋骨为能 但即便如此 电影中的成龙大哥仍然凭借着他的智慧 以及丰富的丛林战斗经验 将追剿他的恐怖分子逐一消灭在 二蓝相间的丛林里 这不仅让我们对成龙的身份产生了新的疑惑 参加过越战的老兵都如此无敌吗 的确就像我们小时候看过的电影 第一滴血中所描述的 从越战那个绿色地狱走出的老兵 无一不拥有极其强悍的战斗力 一旦进入丛林 他们就将成为神一般的存在 但即便如此 英伦对决中的成龙 早已不是第一滴血中 那个刚刚退役 年富力强的蓝包了 而随后在电影中 通过皮尔斯布鲁斯南 想方设法找来的绝密文件 成龙的身份才彻底地浮出水面 成龙在电影中所实验的角色 虽然是作为一名爆破手参加越战的 但在战争中因为种种机缘巧合 他成为了当时驻越美军 绝密的伽玛计划中的一员 被美军特种部队 训练成了一名出色的丛林杀手 利用地形地貌 以及身边可以利用的材料 多快豪赏地消灭敌军 完成任务 正是这一计划中每名成员都必须掌握的专业技能 也正因如此 无论是成龙所掌握的极为专业的隐蔽 潜入 侦查 以及制作陷阱 摆脱追兵等方面的技巧 还是多年战火锤炼出的极心敏锐的战场嗅觉 出色的自救能力 都不是那些成天在城市里打混的 牛地爱组织成员 所能比拟的 更重要的是 对于成龙这样真正的特战老兵 经常出现在特战题材影视作品中的丛林 山地 戈壁 沙漠等所谓的复杂作战环境 都要比英伦对决中的城市环境 简单的太多太多 地上地下极其复杂的建筑物 无不为成龙提供了最优秀的作战环境 数不清的进攻 撤退路线 永远无法被找到的庇护所和安全点 数量庞大 又难以跟踪的流动人口 这些都成为成龙这名特战老兵 如鱼得水的重要因素 而且现代城市 尤其是国际化大都市 充斥了太多的电磁信号和热源点 诸如战场监视雷达 热成像仪等特种作战 侦察跟踪仪器设备 在城市中的使用效果 至少会下降50% 更不要说去寻找专业的特战老兵了 可以说 在现代城市中 只要对方没有在脑门上傻乎乎的写着 快来抓我 想要找到成龙这种由美军秘密训练出来 并且饱受战火洗礼的特种兵 就只能依靠强大的情报系统了 单请注意 在英伦对决闪现的回忆中 成龙在离开越南 前往英国的时候 遭遇到了海盗的袭击 妻子和另一个女儿 都死在了海盗的手里 换句话说 电影中的成龙 是一个无需与其他任何人交流 更不会泄露任何情报的 孤独的复仇者 想要通过情报来抓捕他 真的是天方夜谭 因此在电影英伦对决中 横扫007的中国退伍特种兵 是有着传奇经历 而且是大有来头的 一个人挑战一个恐怖组织 并让英国反恐机构 沦为笑话的情节 并不是什么编造的 或是让人无法理解的 而且在电影英伦对决中 整个英国反恐机构战斗力 都不如成龙一个人 也不全是因为 成龙这个角色大有来头 在他为女儿复仇的路上 到底出现了哪些阴谋 哪些博弈 皮尔斯布鲁斯南 和英国反恐机构 在一系列的事件中 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都让这部电影 更有深度 更加吸引人 而不仅仅是一部 视觉大片而已 总的来说 即便不考虑 成龙对决007 这样足够吸引粉丝的噱头 这部充满铁汉重情 激烈打斗 以及肮脏阴谋的 好莱坞大片 是近来少有的佳作 也是喜欢特种兵 与特种作战的 军迷们的一场盛宴 起码比那种按个按钮 就能让核弹头失效 而且是让 马上就要撞击地面的 核弹头失效的张掩大片 要好看太多了